花心的女人通常都具有这些特征,即便在演示,一看便知,花心不是男人的专利,其实有的女人对待爱情,也没有充值自己一百分的信用,对待爱情并不专心,一个女人对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,其实从细节处就能体现出来,花心的女人就像是花蝴蝶一般,每朵花都会停留片刻,却不会一直与其相守, 女人对待感情的态度不够认真,会把感情当成一种交易,内心不够纯洁,做人也会模糊与他人的边界感,从骨子里花心的女人,有以下特征,每天一点心思路,每天一点心感悟,欢迎订阅珠子国学,很懂男人的心思,一个对待感情认真的女人,一旦认定了一个男人,就会付出自己全部的真心,不欺骗不隐瞒,把自己最真诚的一面展示出来, 只想和男人好好地相守一生,可一个女人,太过于真诚,没有一点小心机,只知道对男人好,未必会被男人珍惜,似乎大多数的男人都喜欢那种保持神秘感,不会被轻易搞定,对自己忽冷忽热的女人,所以很多烂情的女人才有机可乘, 与那些真诚的女人相比,烂情的女人往往能恰到好处的拿捏男人的心思,他们知道男人喜欢什么,不喜欢什么,总能很好地迎合男人的喜好,满足男人大部分的需求,男人对这样的女人几乎没有任何的抵抗欲, 也就是说,面对烂情的女人,男人总是很容易上当受骗,只要女人略是小技,男人就会掉入爱情的漩涡难以自拔,来者不拒,在中国的伦理观念中,讲究男女有别, 我们从小也被大人们灌输了男女有别的观念,所以我们知道,男女要分开住和分开吃饭,在和异性交往时,我们都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想要和异性保持一定的距离, 这一点在女人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,也为相比男人来说,女人要比较柔弱,他们总是很没有安全感,总觉得成年男人很危险, 因此,大多数女人都会选择和男人保持距离,对于男人的邀请与好意,也不会全都接受,但是花心的女人不同, 他们对男人完全没有戒备心,甚至总是想办法去靠近那些账相帅气的男人,对于男人的邀请和追求, 他们也是来者不拒,全都接受,因为一个花心的女人,是根本就没有原则这种东西的,她只想要快乐,自由和放纵, 换男朋友的速度比翻书还快,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女人,她的爱情是丰富的堪比一部长篇小说, 换男朋友的速度比翻书还快,前任男友多得数不清,每当你问起她的过去, 她总是轻描淡写的对你说,那都是过去的事了,提她干嘛, 但你可别被她这句话糊弄过去,著名婚姻情感老师李银河曾说,一个人的过去,尤其是感情经历,往往能反映出她对待感情的态度, 如果一个女人频繁更换伴侣,很可能她对每段感情都缺乏深入的思考和投入, 因为在她看来,爱情或许只是一场游戏,玩腻了就换下一个,这样的女人,你能指望她会真心待你吗? 喜欢追求新鲜感,这类女人喜欢追求新鲜感,对未知的事物充满好奇, 她们往往对身边的异性保持着一种探索的态度, 无论是言语上的调情,还是身体上的接触,她们都乐于尝试, 她们可能并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实质性的结果,而是享受追求新鲜感的过程, 然而,如果这种追求变成了对所有异性的骚扰和侵犯, 那么这就可能引发他人的反感和不适, 疯狂喜欢男明星,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, 这个太平盛世中文化繁荣,经济发达,百姓安居乐业, 也正因为如此,我们的影视作品才会如雨后春笋般喷泊而出, 影视明星和音乐明星才会如此之多, 在这种情况下,很多面容交好的明星一定会收获很多粉丝, 男明星更是不例外,在娱乐圈, 素来是有男明星更好出名的潜规则, 毕竟很多人都是女粉丝, 处于生理上的反应和需求,自然是更容易被男明星吸引, 或许每个人都对美丽的事物有好感, 但是疯狂喜欢,疯狂追星的却并不多, 在这种情况下,如果一个女人疯狂追星男明星, 那么就能够说明她好色了,经常单独去男人的家里, 女人都不是傻子,她的心里其实很清楚, 那些一门心思想要靠近她的男人, 心里都有着什么样的坏想法, 所以面对男人的靠近, 她如果并不感兴趣,就一定会保持距离, 或者会毫不犹豫的拒绝你, 毕竟她没必要去以身试险, 让你去占她的便宜, 所以说,一个女人如果总是会经常单独的去男人的家里, 而且是不同的男人, 那其实在她的心底,就已经想到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了, 换句话说, 她本身就是好色的女人, 也期待和男人有一些故事发生, 总喜欢在异性面前展现自己, 面对异性, 真正单纯的女人是不会急于展现自己的, 只有花心的女人才会这样, 对于花心的女人而言, 出现在她身边的每一个男人都是她的目标, 为了成功吸引这些男人的注意, 她会很努力地展现自己的魅力, 花心的女人对自己的魅力很有自信, 因为她已经靠着这份魅力吸引到了很多男人的关注, 所以只要有男人在她身边出现, 她就会把魅力作为自己的敲门砖, 男人很容易被女人的魅力吸引, 进而转变为女人的爱慕者, 有众多爱慕者围绕在女人身边, 她的心态会发生改变, 对感情也不会那么忠诚, 虽然女人一直表现得很专一, 但她喜欢在异性面前展现自己的这个小动作, 还是在不经意间暴露出了她花心的本质, 男人不能忽视, 胚胎多, 人们常说在家靠父母, 出门靠朋友, 人敌却应该多交朋友,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, 多交朋友可以让自己的路更加顺畅, 花心的女人也爱交朋友, 她们个个都是社交达人, 但和其他人结交朋友不同的是, 她们只交异性朋友, 因为只有异性朋友能够满足她们的需求, 在一个花心的女人的手机里, 一定有各种各样的社交软件, 在这些社交软件中, 她结交了许多异性朋友, 她的异性朋友虽多, 可没有一个是真爱, 都只不过是她的备胎罢了, 她今天约这一个, 明天约那一个, 甚至一天之内和几个男人约会都有可能, 对于花心的女人来说, 交友就跟在菜市场买菜一样, 各取所需罢了, 对爱情随意, 相比起其他女性, 好色女性在爱情方面表现得更加随意, 她们并不会刻意去追求一段稳定的感情, 反而更喜欢随波逐流, 只要觉得眼前的这个人能给自己带来一些新鲜感, 就会毫不犹豫地投入其中, 而当新鲜感一旦消失的时候, 她们也会毫不留情地将这段感情抛出脑后, 主动示好并表达出对男性的兴趣, 她们可能会主动接近男性, 展示自己的魅力和吸引力, 以引起男性的注意, 她们可能会主动和男性进行亲密的接触, 例如拥抱, 亲吻或挑逗, 这种主动示好的行为, 表明女人对男性产生了性欲和欲望, 其次, 好色的女人可能会展现出性暗示和挑逗的行为, 她们可能会在交流中暗示或探讨性话题, 或者主动展示自己的性感魅力, 她们可能会穿着暴露的服装, 展示性感的姿态, 以吸引男性的目光和兴趣, 这种性暗示和挑逗的行为, 表明女人希望引起男性的性欲和欲望, 能同时和很多异性保持暧昧关系, 一个年轻女人身边围绕着很多异性追求者, 其实这并不让人意外, 意外的是, 对待这些异性追求者, 她并不能分出主次, 并不能做到专一, 她同时能和很多男人打情骂俏, 也能同时和很多男人保持暧昧关系, 这种在感情生活之中不保持专一, 不保持专情的女人, 真的就是烂情的典型, 只考虑自己的得失, 好色的女人几乎都是自私自利的, 她们做什么事情都先考虑自己, 没有丁点责任感, 根本不管自己背叛会给老公孩子造成什么样的伤害, 这种自私自利的女人也最是薄情, 她们眼里除了自己就没有别人, 永远只爱自己, 她们做任何事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利益, 从不会站在伴侣角度去替她考虑, 遇到能带给她好处的男人就会跟她发生婚外情, 根本就不会顾及丈夫的感受, 她们一边背叛婚姻, 伤害爱她的丈夫的感情, 一边还要求丈夫原谅她, 对她好, 跟这种女人生活在一起, 对男人来说其实是一种悲哀, 你付出的再多, 可对方只考虑自己的享受, 从不会为你着想, 对待感情的态度, 感情中每个人都懂得道理, 那就是要专一对待, 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准则,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, 你完全可以通过她对待感情的态度, 看出她是个怎样的女人, 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和她在一起, 以免将来后悔, 通常来说, 对待感情专心且认真的女人, 她将来也会真心诚意对待你, 愿意和你好好过日子, 不想惹麻烦, 但烂情的女人, 通常都是三心二意的, 即使她身边已经有男朋友, 她还是会惦记那些得不到的人, 这对她来说很有吸引力, 感情力, 痴情是好事, 但也要看是对谁, 如果对方是带有目的的靠近你, 那无论你多努力, 都会在失去价值的那一刻被抛弃, 明明表现出对自己有好感, 但始终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告白, 可等到你快放弃的时候吧, 她又会主动来撩拨你, 也为他们坚信, 最好的永远是下一个, 正如古代君王后宫嘉丽三千, 为了将所有美女收入囊中, 总是喜欢到处留情般, 与这样的女人交往, 你只会成为她玩弄感情的牺牲品, 所以奉劝各位, 真爱生命, 远离花心女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